哈喽 大家好 这些脚蛙来我家有一个星期了 我尝试给他喂过一些面包虫 但是他们都没有吃 而且现在因为疫情这个快递也停运了 我本来想从网上买一些饲料啊什么的 现在的快递都不发货了 那他们就只能吃面包虫了 今天我们继续来喂面包虫 之前给他们喂食 他们都没有吃 可能是还没有适应这个环境 哇 这个小蛙怎么这么凶猛 一直在吃我的镊子 这条面包虫一直不动 我想用镊子吸引他的注意 让他去吃这条面包虫 把面包虫夹到他跟前看一下 哇 他的舌头有个什么吸盘一样的东西吗 可以吸住我的镊子 哇 这个面包虫动了 看一下 哇靠 刚才落空了 哇靠 成功 成功 速度非常的快 我都没有看到他的舌头伸出来 小小蛙终于开始吃东西了 他们再不吃东西 估计都要饿扁了 说不定再久一点会饿死 这条面包虫慢慢的直接爬到他的跟前去了 他还没有出击 看一下 吃了个寂寞 这条面包虫掉转方向逃跑了 帮助他一下 夹到他跟前 哇靠 好 这么快就吃进去了 还用小手堵一堵 这面包虫吃进他的肚子里面 要是没死的 会不会咬他 再来一条 没吃到 调整一下姿势 嘿 我靠 你看到他肚子没有 他肚子在动 肚子里面有一条面包虫在动 我靠 还没死 他会不会把他的肠子啊 或者什么的咬破啊 应该不会吧 我看别人说好像是可以喂面包虫的 喂面包虫没有事 另外一只小脚蛙也跑过来了 哇 他直接开始就吃了一条 可惜这个海绵上有一根丝 阻挡了他吞咽的步骤 把它夹一下 帮助他一下 哇塞 脚蛙终于开始吃东西了 不用担心他会饿死了